第一項法規名為 Harper's Law 澄清了有關新家具銷售的現行法規 要求零售商必須出售符合聯邦和行業標準的家具 或他們為出售的家具提供能遮擋尖銳部分的裝置 並向消費者發出風險通知 法以3歲的 Harper Eva Fried命名 她在2016年因臥室梳妝台倒在身上而死亡 這法案將在90天後生效 另一項則是要求州內各個幼兒中心或類似地方 將大型家具或電子設備固定在牆上以防倒下 該法案將在180天後生效 據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稱 每兩週就有一名孩童因電視、家具或器械倒在他們身上而死亡 年齡1至5歲的兒童占大部分死亡人數 第三項法案為禁售在嬰兒床上使用的 某些非網狀的防狀床圍 並限制在某些設施和公共場所使用 除非專業醫療人員為特定孩童 指定為醫療必需品 新法案將在60天後生效 防狀床圍通常和嬰兒床成組出售 自1985年以來 至少造成48名嬰兒死亡、146名受傷 對嬰兒有窒息危險 新唐人記者宇婷 紐約報導